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以后要变成他这样的人 那得看你本事有多大了 所以你到底是谁 你就是僧伯 我们不是一路人 我一定会把你伤心出的 我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秘密 在他的字典里 没有认输这两个字 八年你上哪儿去了孩子 我不冤枉任何一个好人 好人坏人有一念之长 为了取得他们的亲爱 向我开枪了 知道我做了什么吗 我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要相信你 我爱的是你的现在 没有那么在乎你的过去 你干吗干吗 为什么不让我死 为什么不让我死 我贴下一百万 我用什么去还 我不死 他们就会毙死我爸爸 也会毙死我兄弟 你现在不让我死 我现在出去我 我跳过来给你死 我没成杖子 我怎么死都行 你别来着我 我 你干什么 你打死我 你打死我 我跟我自己死是一样的 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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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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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把你等定 但你却没把我当你哥 哥 哥 我错了 你错了 我错了 地址在哪儿 在香河别墅园 他们有个地下渡场 说说具体情况 刚开始他们带我进去玩人两回 我一共有了三万块钱 刚才那个地址听见了 后来呢 我就一直说 你先调查 是 输了我就想着方法 一共除了一百多万 我给他们打了签调 他怎么样 王主平开始对小帅去报路 炒金调查 但是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他必须拘留十五天 这样也好 起码可以给点时间 让他冷静一下 不会再犯错 就记住这个教训了 谢谢你 胡警官 不客气 你那一百万怎么办 我有 我一半吧 聂总 你有空吗 我想约你见个面 好 记不记得爸爸昨天给你摆的这个图啊 记得 嗯 下一步该下哪儿 厉害啊 知道这步叫什么吗 这步叫冲 冲的意思是 下了这颗棋之后 就把黑棋分成两半了 然后白棋用有力的一面去攻击黑棋 以后就有可能取胜 懂了吗 懂了 嗯 嗯 大哥 嗯 刘子光来了 哦 子光来了 请他进来 畅畅啊 认不认识这个叔叔啊 他叫刘子光 刘叔叔 上次你被坏人带走之后 就是这个叔叔把你救回来的 所以你要记住他 长大之后 要好好报答刘叔叔 哦 谢谢刘叔叔 嗯 不用谢 好了 去玩吧 刘叔叔再见 再见 上次程程出世之后 我才意识到人生在世 最重要的还是家人呢 嗯 是 我的朋友送给我一些名前的竹叶青 非常不错 你尝尝吧 好 怎么样 还好吧 还好吧 哦 聂总 上次那一百万我写了张欠条 等等 子光啊 我得说你了 如果不是虎哥碰见你的兄弟 我还不知道你在江北市 遭了这么大的困难 哎呀 好的事情都过去了 不用放在心上 记住啊 钱能解决的事情都不是问题 钱对你来说不是问题 但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数字 这是我写的欠条 肯定要好几年才能还上 子光 你要当我是朋友的话 以后就不要再跟我提 记住还钱的事情 聂总 我就是当你是朋友才要还钱 谢谢你 还有 你的茶叶谢谢你 挺好喝的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我先走了 子光啊 等等 来 我跟你说几句话 侯四海这个人你得小心点 你也认识他 当然了 在江北市做生意 避不开他的 这个人做事圆滑 做事滴水不漏 龙阳的事情就是个例子 我明白 所以以后少惹他 对你没有好处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如果老老实实求生存 也要被他欺负的话 这道理确实说不过去 如果他一直肆无忌惮 吃饭我不会这么沉默下去的 那天咱们俩吃饭 我就发现你是一个 有担当的爷们 四国 对不起啊 今天因为我 让你伤成这样 没事 都过去了 没事 好 以后有任何事情 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 尽管来找我 好的 聂总 别叫聂总了 太省份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叫声哥 怎么样 好的哥 不送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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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需不需要休息一下 不用 我在想我们俩以前的事情 当年如果不是刘子光的话 我可能已经死了 我可能已经死了 都是一些陈年往事了 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已经派人出去散布消息了 估计侯四海已经知道 贝小帅他父母有沙场了 只要让他知道这一点 那就够了 刘子光这小子吧 是有点本事 但他失忆了 回到江北又无依无靠的 您觉得他逗得过猴子海吗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 好 同志们 今天我们江南江北两市公安 召开会议 主要是近期我们江南市境内 也查获了毒品天使 现在由我们江南市禁毒支队 徐队长 来给同志们介绍一下情况 好的 王军 近日我们江南市公安 在击毒查毒过程中 在一些涉毒人员手中 查获了新型毒品天使 是 请看 这也是天使第一次出现在江南市 现在我们初步查明 毒品天使是经由水路流入我市 但天使的运输者 目前还不得而知 江南江北两市一江至阁 水运发达 换 所以根据以上的信息我们推断 之前在江北出现的天使 可能也是经水路进入江北 鉴于毒品天使 相继出现在了我们两市的境内 我现在进行大胆的推断 犯运天使的犯罪分子 已经在水路上建立起了一条 秘密的毒品运输线 这条运输线连通大海 犯罪分子很有可能 就是利用这条运输线 将天使从境外运入我国 这条运输线运输线运输线 以上就是我们目前掌握到的 基本情况 我觉得徐队长的分析很有道理 江南江北相继发现天使 说明境外制毒贩毒分子 已经将毒品交易的网络 延伸到了国内里 查清天使的整个制毒贩毒网 摸清天使的运输线 目前已经刻不容缓 所以我建议 我们两时警方要通力合作 联合调查 尤其掩查水路云水渠道 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将这张毒网一举击破 同志们 我再补充一句 这个案件关系十分重大 在调查过程中一定要 小心谨慎 切勿打扫警舍 警察 站住 老实动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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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 别动 你看这不对啊 你看我这一船沙子是二百三十方 应该是两万七千六 这现在合 合多少钱呢 合九十块钱一方 你看这能不能再商量商量 龙皇 贝小帅是你儿子啊 是我儿子 这跟卖沙子有什么关系吗 老贝啊 你开沙场也十来年了吧 这整个江北市的沙子 让谁卖 卖多少钱一方 那都是猴总说了算 现在你们家贝小帅得罪了侯总 那你说这两者的关系 他 他得罪侯总了 怎么得罪的 你给我说说 自己回家问你儿子去 我说 我说 浩哥 是这样 你看 能不能再加钱再商量商量 你 这我们都指着这个生活呢 你说这太低了吧 我再说一遍 爱卖就卖了 不卖 拉走 线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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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部的用户已关机 请稍后 汪哥 我估计小帅这回在局子里边 应该能想明白 您别担心 他肯定会长鸡 那关键是 是 叶总借咱们这钱 咱们是该还 可咱们拿什么还呀 你想啊 现在建国哥那边这么需要钱 在这种时候 顶上这么大一窟窿 咱们就开这么一小破店 干一辈子也还不上这钱 怎么办啊 我也想不到别的办法了 我只知道 借人家的钱 必须得还 是兄弟的 兄弟有难 必须得帮 看过去吧 小帅 小帅 贝叔 您怎么来了 小帅 小帅他人呢 小 小帅 小小帅进货去了 过两天回来 那 那他手机怎么都不关机呢 他手机 手机应该是被偷了 没事 他刚给我打过电话 您放心吧 你别蒙我 你们说实话 是不是他惹上侯四海了 背书 侯四海找你麻烦了 反正啊 猴子是这么跟我说的 你们连侯四海都敢惹 还有什么不敢的 反正我那一船沙子啊 本来也赚不了几个 看来这个月又白干了 我还以为 小帅跟着你们开店 就消停了呢 现在看来啊 也好不到哪儿去 贝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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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啊 侯四海怎么收了钱 还不肯放过咱们呀 我举报了他的地下赌场 是 工程队现在造价太高了 必须缩减成本 不然我们怎么赚钱 现在的成本已经是缩减到最低了 你刚入行有些事情不太懂 现在的市场有多难做你知道吗 假如成本能压到最低 当初我和你爸爸 早就把他压下去了 集团正式任命刘子光同志为保安部 安保总监 安保总监 还不止呢 还给您配了一辆车 现在车就在外呢 车型可是专门为您选的 小钢炮动力十足 你一定喜欢 不是尹伯伯拿老子给压你的 是因为你在国外待的时间太长了 你刚刚接手生意场的很多事情 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容易 你们年轻人做事总是太激进 思想也过于简单 尹伯伯 我是没什么经验 在国外留学也没有用心读书 但是加减乘除我还是会的 大开发的项目成本比咱们低百分之十 大开发能做到咱们制成为什么做不到 我说你刚入行呢 每个公司都不一样 都是各自有各自的路数 不就是因为那些关系户吗 专门为您的朦档 专门被执行药 你还得把产名相当不好 就说你这么多 我快过去 我快过去 胡思海 你也得小心点 这个人做事圆滑 所以以后少惹他 对你没有好处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你们连侯四海都敢惹 还有什么不敢的 反正我那一船沙子呢 本来也赚不了及格 这下啊 这一个月又白干了 先抛开那些人不顺 咱们就单说 这个工程的造价杀实问题 其他省份的沙子 最贵的也不过一百七一方 咱们制成的沙子呢 两百一方 你们报 我希望你能给我解释一下 李总 我请你不要忘了 我们的供应商是谁 侯四海 侯四海又怎么了 江北那么多卖沙子的 非得买太一家的吗 小丸子 不要以为你在龙洋 赢了侯四海 就可以和他对抗了 不信 你就和他试试 王子 你要记住 你爸就是咱们那片有名的英雄 你遗传了你爸爸的基因 因为你身上有本事了 你要敢于站出来说话 要敢于整治那些坏人 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 你要做好的社会风气的卫士 对 坏人的猖狂 是因为好人的沉默 大哥 您上次说 这个刘子光和侯四海之间的战争 就要开始了 我不明白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这一代设到他 俗话说 一山不容二胡 刘子光和侯四海 如今剑拔弩政 只要有一条捣火索 只要有一条捣火索 他俩的战争就会被引爆 这么说 这场战争的捣火索 就是背家的沙场 说得没错 凭我对刘子光的了解 此刻 他肯定已经开始为战斗做准备了 第一步 这个刘子光会不顾李丸的强烈反对 此剧之城的一切之物 李总 这李总真是气死我 明明自己采购费有猫腻 还在这儿跟我脚病 把我当傻子了 真想把赞话 不要这么生气了 我来找你是有重要的事情 重要的事情 我猜猜 我提拔你做保安部总监 你为了感谢我 特地来跟我说 你爱我是不是 你别误会 我真有事跟你讲 你说 我要辞职了 辞职 为什么呀 薪水不高 那我给你加薪百分之十 不是薪水的问题 那是为什么 那是为什么 不会是 你不想见到我吧 你没有这么讨厌 不会是你跟罗嬷嬷 你们两个 不要瞎猜了 那你有什么安排啊 现在保密 事成之后有你好处 不行 我现在呢 得罪了侯四海 所以呢 急需一个保安总监 来保护我的安全 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吧 这放眼整个江北 还有谁比你更厉害啊 你进来再说吧 好 那我也有一个条件 我带几个保安去试试他的身手 他打赢我带过去的人 我才同意你辞职 否则你刘子光就别想走 一言未定 一言未定 那您觉得 谁能接替刘子光呢 李建国一定是第一人选 你看啊 这个李建国当过兵 本身就伸手了得 在这他生活拮据 他现在急需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 如果 刘子光重情重义 他一定会帮自己兄弟一把 建国哥 轻松一点 他只是找几个保安过来给你面试 你你的身手 肯定没有问题 把他们撂倒之后 月薪两万 我当时总监合适了 怎么不合适 我听说 你给大家千金看上来 我这横插也告诉他 大猪 我才不会当什么总监呢 我跟他都得罪了侯四海 我在他身边反而不安全 但是你不一样 你跟他有点交情 再说你家需要钱 你需要这份工作 来 继续打 来 谢谢你光太 只是不知道 他会找什么样的人 来帮我过程 没事 他属下那几个人 你轻轻松松搞定 相信我 李丸那么喜欢刘子光 他能轻易地让刘子光辞职吗 他不会放他走了吧 所以李丸一定会找一个厉害的人 来跟李建国比试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就好像叶问 和火源甲对决一样 你觉得谁会赢啊 皮特 MMA格斗冠军 现在开始吗 你不是说找几个保安过来面试的吗 我改变主意了不行啊 我挑的可是安保总监 严格一点没问题吧 再说了 你这个朋友要是跟你说的一样厉害的话 这都是小case啊 快点开始吧 我都等不及了 不及有人 估计有人 以后算了吧 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 这来都来了 别别 好 好 还没结束呢 别拉了 别拉了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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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明明 怎么样 我可以辞职了吧 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你非要辞职 我定了之后告诉你 行 我可以让他担任 安保总监的职务 不过我话先说在前面 他得先试用一个月 在这一个月里 他得确保我们公司的安保 没有一点问题 否则的话拿你吃吧 可以 我担保 不过他在这儿 你快就去岁月 你还改成了 这个事 希望你和我 你这个事 有严重的事 你一直都在做 那些事 就怎么这么辞职 那你因为你不哭 你会自己的事 我相信他 一致不哭 我说你会有任何人 这是刘子光一石二鸟的策略 我早就跟你说过它不简单 那刘子光接下来会怎么做呢 第二步 刘子光就要借款阳光沙场了 对了 光子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赐掉这个职务啊 我去当厂长 哪个厂的 厂的 我看是沙场 不会是贝叔的那个沙场吧 光哥 你是要帮贝叔把那沙场顶下来 是的 光子 我知道 你最讲义气 也有胆识 但是目前的形势 我不知道你想清楚了没有 虽说 东阳竞标你成功了 而侯四海 并没有找你麻烦 那是因为 那个项目本身就是龙少平的 对于他来说 有没有就那么回事 顶多是 那心里过点火 让孙伟哥猴四那样的人 来给你找点麻烦 不会对你下死手 但你要做沙场生意 那就是触动了他的根本利益 因为侯四海 本身就是做沙石生意起家的 在整个江北 没有人可以绕过他买沙子 也没有人可以绕过他卖沙子 你现在要这么干 就等于是要断他的财落 他绝不会放过你的 再说了 前面你为了被小帅 端了他的几个赌场 你们俩的梁子 现在是结得死死的 这个时候你开茶厂 我觉得 肯定很艰难 而且充满风险 建国哥 谢谢你 你刚才所说的所有原因 我都想过 我都有考虑 但沙场 必须得开 好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总之一句话 无论何时何地 我都在你身边 谢谢国哥 刘子光一旦接手阳光沙场 就是和侯四海彻底卯上了 刘子光就是侯四海 眼睛里的一粒沙子 侯四海绝对容不下刘子光 刘子光也一定不会让侯四海 继继继续在沙场齐航霸尸 继续在沙场齐航霸尸 他们俩之间一定会决疑刺凶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明天贝小帅就该被放出来了吧 大哥您记得没错 明天就是贝小帅释放的日子 那么明天这场战斗 就该正式打响了 光哥 我不会黄鸣 丰哥 房子 我在里面这几天 我就想着该怎么挣钱 把这一百万还上 怎么着 我去意大利 我有几个朋友在意大利卖鞋挺挣钱的 也许我到那边导导几年 能把这一百万还上吧 行了 别想了 已经还上了 还了 用什么还 谁还的 那总借的一百万 谢谢黄哥 但那是一百万 我们该怎么还 慢慢还 肯定有办法 慢慢还 爸 怎么了 你马上到码头来 到码头来啊 喂 我爸让我去沙场 会不会是侯四海去找他了 侯哥 我们家小帅不懂事 我已经让他过来 给您和侯总赔礼道歉 您看 这价钱是不是能在商量商量 我说老贝啊 你还不知道你儿子干了什么吧 好吧 我告诉你 他把我们侯总的场子给砸了 你别说这两船上了 就二十船 也不够赔我们侯总的损失 不 他 他小孩子不懂事 我这老头子 给您赔礼道歉 爸 贝叔 你这是干吗呢 不是 这商量咱不卖了 你这小兔崽子 你吃了豹子咱了 你敢得罪猴总 赶紧给人赔礼道歉 你快 道什么歉 我这都是被他们给坑的 你 我说贝小帅 愿赌服输 你懂吗 不是 侯四海 你回去跟侯四海说 赌场是我举报的 跟其他人无关的 是 温哥 你赶紧过来一下 怎么回事 就这小子 侯总跟伟哥在龙阳的竞标 就是被这小子搞砸的 今天必须拿他开开火 你们几个都给我听好了 龙阳的事我管不着 赌场的事我也管不着 我孟直秋只管我码头的事 只要是想在这儿闹事 得先过我孟直秋这关 各位大哥 我们来不是想惹事的 市面上的沙子 可以卖到一百六七 侯四海只给一百二 这么多年背书也认了 但你们却这样对他 我跟你们说 侯四海以后 别想这样七行八市下去 这位兄 你说的话我都明白 但是俗话说 好虎架不住群狼 就凭你们起 再能打也架不住我们人都 我劝你们还是回去吧 跟他们废话这么多干吗 兄弟们 上 上 上 周飞多少 有话好好说 建国哥 你怎么来了 他妈 猴子 胖子是我兄弟 能不能给我个面子 今天这事算了 啥子让我们运走 李建国 你别以为你跟我们侯总 有点交情 你就可以随便破了他的规矩 侯子 我不知道你们侯总 有什么规矩 我只知道做买卖 就不能强买强卖 今天既然建国哥出面 这事就算了 老贝 侯总有他的规矩 这沙子是流 还是运走 你自己好好掂量掂量 都干活去吧 好的 老贝 蓝参老鸣 你能够除下 但是再到处理 还能够降到戏 是赁 你脱蛇 你明显然不圆呢 就能够担心 你能够担心 那是的 这一层子 都温 immune 卖给我 卖给你 那我做不下去 你就能做下去啊 北叔 我跟光哥都商量好了 最近第一道道赚了些钱 你把沙场盘给我们 我们来经营 以后沙场赚的每一分钱 都算你一分 不是 光哥 别说了 就这样定了 以后沙场就是我们的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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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